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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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前期为了防止元朝复辟 明朝政府采取了关闭边境护士等措施 由此激化了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 买不到生活必须的盐和茶叶 原本一片散沙的游牧民族逐渐凝聚了起来 力量日益强大 也正是这个原因 明朝沿进猛边境修筑长城防止边换 才有了如今延绵万里的外长城 这忧郁的早晚温差真的是特别大 早上还给我冻得瑟瑟发抖 这家伙中午给我热了 后背都是汗的 这紫外线也挺强的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 我身后这段长城就是原汁原味的夯土长城了 这段长城建于明朝家境二十三年 那这段蜿蜒的长城 你看凡是我目光所及的地方 有不少的烽火台 其实到了这儿和内长城相比 这外长城更多了一股沧桑的感觉 凄凉的感觉 来到这儿我听当地人说 这儿的风特别大 你一旦被吹跑了三天你都回不来 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更让我这个疑问加深了 什么疑问呢 就是这个夯土铸铸的城墙 它怎么就做到万年不倒了呢 沙湖口长城目前修复的部分并不算长 但是城下原汁原味的夯土长城 却绝对值得一看 目前又于陷阱内遗留下来的明代长城 还有88公里 规模非常可观 但是经历了几百年的风刀双剑 夯土长城大多风化严重 都说万里长城涌不倒 但是再结实的东西也经不住岁月的冲刷 那今天呢我们近距离的观看了一下 夯土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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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铸铸�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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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夯土长城可谓是长城界的鼻祖了 早在四五千年前 中国人就已经会使用夯土技术修建城墙了 而中国最早的秦城墙 几乎全部都是用夯土铸就的 别看这夯土长城如今风化的比较严重 但是在建设之初 其坚固程度也并不次于砖砌长城 其实当年建造城墙的工人是非常的小心 因为每当城墙建好之后 验工的过程就是用水泼向长城 如果这个水渗得快 那么建墙的工人就要被杀头 于是有一次又是验工的时候 当时值班的士兵就用水奋力地泼向夯土铸就的城墙 看着这个水貌似没有渗进去 于是这个士兵就用锥子扎向城墙 这个锥子尖就扎进了城墙里 于是当时建墙的工人就被杀头了 我们都知道城墙是保家卫国的防御体系 也正是因为有了当年这样严苛的建墙制度 才有了现在的万年不倒夯土铸就的长城 二道关十三边三十二长城 从沙湖口开始 手边的将士们按照堡垒的顺序 给这里的长城分段起了名字 一旦有了战事封烟就会由沙湖口开始 一直传递到京师 一步是关外 一步是中原 因为沙湖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历史上沙湖口始终伴随着战火 汉武帝北极匈奴由此出关 昭君出赛由此出关 康熙平定准嘎尔也是由此出关 绵延数千年的战乱 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灾祸的同时 也塑造了他们忠勇不屈的精神 刚才王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说在明朝嘉靖三十六年 当时的达达在边境挑起了事端 向右卫发起进攻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 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 从长计议 那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叫麻路的参将提出反对 他说呀 右卫破 大同镇必破 大同镇破 则朝廷威仪 怎可只管眼前苟且 而不顾江山设计呢 其实啊 这个麻路当时是一个养马的 但就在这个危急关头 他发动麻家人 带着全城军民 一起来对抗达达 没有粮食 就杀战马来冲击 老百姓拆了房子 给部队提供军需 就是这样 一直和达达奋战了 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 直到朝廷 派兵增援 哎呀 历史上说呀 这就是军民 砥砺势势中 团结对比呀 身后就是家国 没有一丝退让的余地 千百年来 无数的战争 将这里的人们 拧成了一股 搅不乱 拧不断的绳 他们与着万里长城 一起保卫着 中原的安定 可可可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了 收拦着那可可的手 送个灯到他门口 为啥我要唱这首歌呢 因为我们现在走的就是 西口古道 刚才我们经过沙湖口呢 其实就是当年的西口 那当年呢 山西人走西口 就是经由沙湖口 沿着这条崎岖不平的 西口古道 到关外去谋生 这一走就不知道 还有没有能回来的时候 什么事 明天 什么事 不知道 一出沙湖口 人间路难走 这句在当地流传甚广的名艳 不知道出了多少 走西口人的心酸和苦楚 沙湖口是征途 西口是活路 而这些被生活所迫 走西口的人 却无意间创造了一段 奇迹般的相遇 其实我现在走这条路 才是真正的西口古道 脚下这条石头路 布满了当年走西口汉子 沉重的脚印 也有商女驼队的马蹄印 当然了还有致富 回家欢快的车折印 几百年来 山西人正是踩着这里的 一砖一石背井泥香 走出西口 走向未知的生活 可以说走西口 既是一部创业史 也是一部血泪史 这座桥名叫通顺桥 当年走西口的人 想把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每一件 可以寄托的事物上 希望可以万事通顺 平平安安 也正是这样数百年的迁移 才造就了万里长城 和万里茶马古道的 相遇和辉煌 从福建走水路到河南 由河南转车马 到山西右域的沙湖口 再由沙湖口转驼队 通往俄罗斯 甚至更远的地方 万里茶马古道 在沙湖口与晋商造就的 晋商驼路不谋而合 也为这里留下了一段 如梦境一般的繁华故事 来到右域不得不提的 就是大胜魁了 大胜魁可以说是 晋商大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 对蒙贸易最大的商号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最大的国际贸易公司 凡胜的时候 他的员工有六七千人 商旅驼队就达到两万多头 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上至绸缎 下至聪算 无所不及 你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大胜魁最后一位掌柜 他的流影非常的珍贵 也可以说大胜魁是 一部中国版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又有十几拨商帮 绕过长城的关卡 到了口外 茶砖 其实大胜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商大古 而是三个小商贩 在康熙大帝平定准嘎尔不叛乱中 太古的王湘青旗县的张杰石大学 他们抓住机遇 做起了随军物资 靠肩挑手扛 那就像这样 通过沙湖口 向前线运送物资 积累了原始资本 于是呢 他们就在沙湖口创办了一家商号 名为吉胜堂 随着买卖越做越大 商户的总部搬到了呼和浩特 而改名也改为了大胜魁 可能这个时候很多观众就问我 那他们三个是凭什么 就做成了富商大古呢 原本尖挑手扛的随军商贩 究竟是如何变成富商大古的呢 同行的王老师告诉我们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在博物馆里找 而要去相距不远的一处军事堡垒 这堡垒和致富究竟有啥关系呢 来右翼看长城 那长城周边一定是不缺堡垒的 那超超为什么要带大家来到平吉堡呢 刚才我们说过 大圣魁的前身是吉圣堂 吉圣堂的商号就开在这里面 不仅如此呀 山西晋商大户 凡是能叫得上名号的 都在此设立了分号 比如乔家的富盛工 大德通的商号 也在这里设立了分号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小小的堡垒 怎么会吸引这么多的富商大户 在此设立分号呢 三百年前的跨国公司大圣魁 究竟有啥致富秘诀 究竟是什么地方 随手就能捡到清代的青花脾气 又是一座怎样的古城 让超超忍不住翩翩起舞 明天的节目里 文旅大发现 将带您吃羊肉喝美酒 继续听听长城的故事